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谈判气氛一度升温 眼看着就要吵起来了 副关羽入室的艰辛历程中 中国与美国展开了一次次艰难的较量 谈了15年 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了15年 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 谈判早就结束了 两岸秘密档案为您揭秘 中国入室慢慢扣关路 静静期待 1995年7月 瑞士日内马来某湖畔 群山连绵 中国入室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和他的几个同事 在紧张的谈判间隙 相邀 一起爬山 谈判桌上的龙永图思维敏捷 能言善辩 但实际上平日里是个比较内向的人 话并不多 龙永图一边爬山 一边静静思考 与美欧日等主要成员国如何进行非正式磋商 无意中 龙永图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自己的秘书刘光熙正直壮年 头发却稀疏得有些可怜 突然他失性大发 脱口而出 一座山 两座山 座座美景 一根发两根发 根根文章 龙永图的对联显然有着某种深意 刘光熙是中国第一个WTO博士 从一开始就参与了中国入室谈判 其中之艰辛 情况之复杂 不仅让人的头发越掉越多 而且谈判时间之长 让人从黑头发探成了白头发 相对于人类的历史长河来说 十五年这个时间长度实在是不足为大 但是对于所有参与或关注复冠入室 这场马拉松谈判的人来说 十五年却是一次十分漫长曲折 甚至带有戏剧性色彩的征程 在不同理念 不同体制 不同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中 有人从黑发一直谈到了白发 这个过程的跌宕起伏 艰苦卓绝 在官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上 绝无仅有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 官贸总协定 是一个各国政府间缔结的 有关关税和贸易规则的多边协定 它的宗旨是通过实质性削减关税 和其他贸易壁垒 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 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 中国是官贸总协定的创始缔约国之一 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 因为担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 会从官贸总协定中受益 便宣布从其中退出 由于台湾当局无权代表中国 所以这种退出行为是非法的 无效的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二七五八号决议 把蒋介石的所谓代表驱逐出了联合国 并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官贸总协定缔约国大会 参照联合国二七五八号决议的精神 也驱逐了台湾当局的代表 而且正式邀请新中国加入官贸总协定 中国政府在接到副官的邀请后 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外贸部的人 说现在官贸总协定已经邀请我们加入了 考虑一下是不是要加入 当时联合国的成员有一百多个 官贸总协定才四五十个 而且都是一些发达国家 由于我国对官贸总协定的了解不深 于是当时就有一种不成熟的看法 官贸总协定是一个富人俱乐部 此外 他所宣称的原则是市场经济的原则 中国当时是排斥市场经济 而搞计划经济 所以有人就认为 我们没有必要去凑富人俱乐部的这个热闹 考虑到种种因素 我国决定暂不加入官贸总协定 以后视情况发展再定 而这一定便是三十年 1986年 中国决定申请恢复官贸总协定 递约国地位 这个决定的背后 是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一项 重大战略选择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日益增多 外经贸工作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增强 对外贸易不再仅仅是调剂于缺换取外汇的手段 可以说国际通行惯例和游戏规则 是中国在与世界打交道时 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邓小平说过这么一句话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 但因为中国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外 中国政府不得不主要依靠双边磋商和协议 来协调对外经贸关系 使得国内企业和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 受到了许多极视性和不公正的待遇 1986年7月10日 中国向官贸总协定递交了恢复 中国官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书 向艰难的副官入市之路买出了第一步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从初级阶段 向更深更高层次开放的推进 中国经济已然成为全球经济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谁也不曾料到 由于谈判逐步被政治化 以及事件本身的艰巨性 复杂性 特殊性和敏感性 这一谈 就是15个春秋 1986年7月 中国正式提出复官申请 沈决仁是中国复官入市谈判的第一位首席谈判代表 9月 沈决仁及其同事参加了乌拉圭会议 这是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国际贸易会议 当时到会的美国代表团足足有400多人 日本代表团也有300多人 而中国代表团仅有7人 在会议召开之前 美方内部有这么一种言论 说中国参加官贸总协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现阶段的经济体制 跟官贸总协定不符 因此沈决仁到了乌拉圭以后 也很犹豫 到底和美国人谈还是不谈呢 后来还是决定谈一下 当时美方讲了这么一点 欢迎中国回到官贸总协定 希望中国加快进度 在明年一年之内就解决谈判问题 美国的积极态度倒是有些出乎审决人的意料 按照官贸总协定的规则 中国复官谈判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对中国的外贸体制进行审议 第二个阶段是实质阶段 进行双边市场准入谈判 并起草一顶书 其他国家在第一个阶段往往都进展很快 唯独到了中国这里 是万事艰难寸步难行 在审决人正式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期间 从1988年2月正式开始审议中国贸易制度备忘录 到1989年5月期间一共召开了7次会议 主要都是审查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 各国大使围绕贸易制度备忘录进行提问 中国代表予以答复 这样的提问答复不是一次完成的 而是反复进行的 一直到对方满意为止 有人曾统计过 审决人他们前前后后 大概回答了近两千个问题 中国代表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白天答复的问题 晚上还要整理成英文书面 白天暂时回答不了的问题 晚上得准备好怎么回复 1989年4-5月间 官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 完成对中国贸易制度的初步评估之后 中国国内产生了一种乐观情绪 认为当年就有希望完成谈判 美国人曾私下表示过 希望在一年之内就完成谈判 欧共体代表团也讲过 希望中国加入官贸总协定的事情 能够在1989年完成 但是审决人却十分的清醒 他心里清楚 中国面临的障碍还有很多 要谈的问题不少 且很复杂 新华社曾发到言论说 一位参加中国副官入市谈判 十年的同志回顾说 在审议中国外贸体制时 一共提出了四万多个问题 但归结起来是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承诺不承诺 搞市场经济的问题 一些西方国家认为 中国与官贸总协定 贸易体系结合的问题太复杂 短期内难以解决 因为官贸是建立在 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其作用是限制缔约国 干预市场的行为 但中国决定生产和供应的 不是价格 而是国家的计划指令 直到1991年 市场经济的概念 在国内还是一个禁区 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 就是要证明中国 确实是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中国的经济体制 是有能力执行那一套 多边规则的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足足谈了六年 欧盟的代表说 他们翻了词典 英文里没有商品经济 这个词 请中国代表给予解释 计划和商品 是个什么关系 面对美国的无理蛮横 中国不妥协不退让 尽量做到少给多取 美国人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才适应了中国需要平等谈判地位 这样一种要求 中国入室慢慢扣关路 两岸秘密档案正在揭秘 在谈判的过程中 中国有不少新名词 都让西方人感到难以理解 据我国入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会议说 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 就是不敢承认中国搞市场经济 当时我们叫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 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 于是美国的代表就说了 世界上只有两种经济 一种叫计划经济 一种叫市场经济 没听说过商品经济 欧盟的代表说 他们翻了词典 英文里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 请中国代表给予解释 计划和商品 是个什么关系 龙永图说 当时我们确实讲不清楚 我们请了很多专家 学者到日内网 试图讲清楚我们的经济体制 但是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 最后人家说你不要讲了 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们搞不搞市场经济 当时谁敢讲这个话 一直到1992年 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 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但是市场经济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 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 谈判之处的核心问题 才迎刃二戒 根据龙永图的讲述 1992年10月 在日内瓦的第1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 中国代表团团长非常自豪地 对全场的代表讲 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 不过它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这句话在当时的日内瓦 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中国第一次痛痛快快地承认 是搞市场经济的 仅仅为了市场经济 这四个字 中国就谈了六年 解决了市场经济的问题 从1992年10月开始 谈判进入到实质阶段 这一部分谈判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双边谈判 一部分是多边谈判 两者同时交叉进行 1993年 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 官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是不完整的 中国要参加 毫无疑问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参加的 中国的参加是以权力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是国际上公认的事实 这决定了中国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 享受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差别和优惠待遇 但西方国家却认为中国是个经济大国 在谈判过程中对中国的要求不断加码 1994年下半年 在世界贸易组织即将取代官贸总协定之前 中国与官贸总协定缔约方进行了密集谈判 希望在世贸成立之前 与主要缔约方达成协议 使中国顺利地以官贸总协定缔约方身份进入世贸组织 中国为副官制定了一揽子的方案 在1994年11月28日至12月19日 艰难而冗长的谈判中 中国代表团40多次前往日内瓦 仅在12月就参加了19次会议 这天的会议一直开到晚上十一二点 也没有结果 中方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 与欧美代表唇枪舌战 一个个都很疲倦 谈判气氛一度升温 眼看着就要吵起来了 这时会议主席杰拉德赶紧提议 大家休息片刻 美国代表表示 问题没得到满意的答复 也就是说 这个问题还不能通过 就在那耗着 大家的情绪非常失落 那天罗永图回到住处时 已经半夜了 他知道美国根本就没有谈判的成立 谈判破裂 是注定难免的 第二天会议主席杰拉德首先说 连日来大家工作非常辛苦 经过这些天紧张的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中国代表团表现了极大的诚意 但是工作还要继续 然后欧盟代表举了一下牌子说 我们同意主席的说法 中国代表团谈了很多次 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我们认为还要进一步工作 我们愿意继续和中国代表团合作 而美国代表团的发言 却是很简单 要继续工作 在这场参杂了政治因素的谈判中 一些地约方提出的苛刻要求和态度 让中国无法接受 主要还是由于美欧的撤肘 未能最终达成协议 当时中国方面也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 谴责少数地约方蓄意阻挠漫天要价 中国复官的基本原则 是权力和义务的平衡 中国绝不接受歧视性的复官条件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不可能接受超出其经济承受能力的 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价 在双边谈判中 美国是中国最难缠的对手 美国总是摆出一副代表世贸组织 所有成员领头羊的姿态来谈判的 由于美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成员 如果中美谈判达成协议 根据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 完全适用于一百多个成员 可以说和美国谈判 就是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一百多个成员方谈判 在中美谈判中 美国贸易代表表示 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结构非常全 对于中国进出口的六千多个税号的产品都有兴趣 并要求一个一个的谈 因此与美国谈判的第一个阶段 就是打破它所谓的全面谈判的要求 一个一个的排除 最后剩下了四千多种 除了这四千多种产品 再加上美国人最感兴趣的银行 保险 电信 分销以及律师等 构成了漫长谈判的主要内容 中国代表在谈判时 必须要坚持原则 守住底线 该说硬话的时候绝不能软 但又不能把人谈跑了 跑了就不好收场 这种分寸如何拿捏 要靠临场的判断 中美谈判之所以非常艰苦 在龙永图看来 首先是因为美国财大气粗 谈判地位非常强 美国历年谈判中的方式和态度都是 我要求一二三四 你必须做到一二三四 而且在这些问题上 没有谈判的余地 美国人与中国人谈判的时候 一开始口气也是这样 美国这一套屡屡在官贸谈判上得手 所以他们认为谈判 就是这么一场游戏 可恰恰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所以谈判一开始 并不是所谓实质性的谈判 而是对谈判态度的谈判 美国人花了五六年的时间 才适应了中国需要平等谈判地位 这样一种要求 当时美国有一个人 在龙永图的办公室和他进行谈判时 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 凡是美国肉类检查机构 检查合格的肉类 应该无条件地进入中国市场 龙永图说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商品检验机构呢 中国是主权国家 美国肉类是一定要检查的 美国代表说 你没有必要检查 你们自己市场上的那些肉 在美国通通都不合格 龙永图一听这话火大 他指着对方鼻子眼里地说 建议你最好离开我的办公室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讲 官贸总协定或者是世界贸易组织 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地方 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很难换来真正的谈判 1995年1月1日 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 中国副官谈判变成了入室谈判 中国入室既是副官谈判的延续 又有了许多新的内容 世界贸易组织对各国经济贸易体制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约束性也更严格 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 一个积极分子申请入党 必须经过党支部表决同意 WTO相当于一个党支部 美国相当于支部书记 欧盟就是组织委员 虽然想要中国加进去的成员 多数都点头 但是如果支部书记和组织委员 不同意 这一关绝对过不了 1999年4月 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 有人提出了中美贸易逆差 这个问题 对此 朱镕基语出惊人 贸易逆差不是什么大事 它不仅有利中国 对美国也许更有利 当时中国对美出口的 都是美国已经不生产的 相对低级的产品 如果美国不从中国 而从其他国家进口的话 要多花很多钱 而中国出口产品的原料 设备 技术 都是从韩国 日本 新加坡 欧盟 甚至美国来的 朱镕基说 中国只赚了小头 大部分钱 是上述那些国家和地区赚去的 这笔账都算在中国的头上 是不公平的 在访问期间 中美双方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谈判 4月8日晚上 在中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美国在其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官网上 发布了单方面起草的 中美关于中国加入WTO谈判情况的联合声明 附在其后长达17页的附件 将诸多中方并未答应的美方要价公布于世 并称之为谈判结果 企图以此逼迫中国就范 这是朱镕基此行最黑暗的一天 美国此举所引起的震动 就像是六级地震 谣言欲传欲裂 国内甚至有人以为 朱镕基已经同意了美国公布的条款 同行的国务委员吴宜女士 也愤怒地对美国此举进行了谴责 并做出了强烈声明 这不是中国加入WTO的协议 在加入WTO前 中国所承诺的出价都不能算是同意 1999年4月 在中国副官与入室谈判的最后阶段 恰逢朱镕基访美 想就一些贸易问题 同美国进行商谈 但面对美国人做出的一些 想逼中国就范的小动作 朱镕基并不吃这一套 中国人不怕空手而归 但美国人却有些坐不住了 现在美国还要我们 做出更大的让步 我不是担心要下台 我担心的是 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 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美国方面在公布 中美谈判清单以后 美国企业界都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结果 但是美国总统克林顿 由于预估错误 认为得不到国会的支持 声称并不打算同中国签订协议 美国谈判代表团 在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有很多人都哭了 他们的失望比中方还大 当时有记者说了一句刻薄的话 拒绝了中国人的协议 应该是克林顿入主白宫以来 最应该后悔的事情之一 美国工商界民怨沸腾 对克林顿来说 这种情形出乎意外 难以想象 他急忙命人又从朱镕基进行沟通 希望再进行商谈 而朱镕基的态度也很明确 美国人想达成协议时就要签字 不想达成就不达成协议 天下没有这样的事 要谈到北京谈去 由此克林顿得到了教训 只好把自己头脑中那些强硬派的主张 驱除的干干净净 4月9日 华盛顿的各界人士在拉多饭店 举办了盛大的晚宴 朱镕基迟到了一个小时 他解释道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 你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迟到吗 因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谈判问题上出现了麻烦 估计此刻 我们的无疑国务委员 和他的美国谈判对手正在吵架 朱镕基接着袒露自己的无奈 中国已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 我们也认为应该做这样的让步 引入竞争机制 对促进中国企业的发展 也是有好处的 但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来 现在美国还要我们 做出更大的让步 我不是担心要下台 我担心的是 即使我签了这个协议 中国人民也不会答应 最后朱镕基 用一句半玩笑半认真的话说为 你们既不卖计算机给我们 又不卖卫星给我们 什么都不给 难道只想卖小麦和橘子吗 当然我们光吃小麦和橘子 也能活下去 但我们没办法 过得更好吗 与此同时 吴怡正在和美国贸易代表 巴尔首夫斯基进行交涉 两个女人的交锋硝烟味很 二人一直谈到了凌晨两点 等在外面的记者收到消息 巴尔首夫斯基已经准备撤了谈判 濒临破壁 但无疑并不示弱 称中国总理将于明天离开华盛顿 言外之意 中国人根本不怕空手而归 在4月10日 朱镕基一行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刻 双方重新对外发布了新的中美联合声明 美方承诺坚定地支持中国 在1999年加入WTO 这其中还有一段不小的波折 此前美国方面公布中美谈判清单后 在美国企业界反响很大 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谈判结果 但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却突然改口说 很抱歉 我觉得谈得很好 但是这次不能签订协议 克林顿总统对于中美谈判所达成的协议 做出了错误判断 他认为可能得不到国会的支持 但事实却截然相反 于是克林顿赶忙命人 和朱镕基进行沟通 在朱镕基准备离开华盛顿之前 两人在电话中交谈了20多分钟 朱镕基说他见到很多美国人 他们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这时克林顿顺着往下说 我有同样的感受 因此我们应该详尽地商议一下 就这样 中美双方得以重新展开谈判 不过朱镕基也说了 美国人想达成协议时就要签字 不想达成就不达成协议 天下没有这样的事 要谈到北京去谈去 与美国人的新一轮谈判 是从11月10日开始的 地点已经换到了北京 这一次中美双方均派出了阵容强大的谈判队伍 中方谈判队伍 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升 和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为首 美方谈判队伍则以巴尔舍夫斯基为首 与历次谈判相比 这一次谈判更是一波三折 悬念重重 谁也不敢肯定 这将是中美最后一轮谈判 谈判第二天 原本是中美双方事先商定的最后一天谈判 但谈判没有任何进展 双方对要谈的几个重要问题 都亮出了自己的条件 美方副团长 总统经济顾问斯波林听了之后 突然站起来一拍桌子说 你们这些条件永远永远永远 也不可能加入WTO 石广升忍无可忍 也马上站起来一拍桌子 拍得比美国人还小 你听着 现在中国人任人摆布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对方马上就不吱声了 美方团长八舍夫斯基连忙打圆场 说大家坐下来好好谈 石广升认为 美国人有点表演的成分 就像是在演双簧一样 还有一次拍桌子 是有天 中美双方谈到半夜 石广升说 我要去国务院开会 早上五点继续谈 早上美方应约来到谈判室 石广升说完新条件后表示 这就是我们的最后方案 八舍夫斯基气势汹汹地说 你大清早叫我们两位不长来 就谈这点屁声 这次美国人没拍桌子 但石广升拍 石广升说 你现在在中国领土上 请你说话不要放肆 这个时候 美方副团长斯伯林又赶紧上来 打了圆场 石广升拍桌子的时候 完全没有想到谈不成的问题 在当时那么剑拔弩张的情况下 预测谈成或谈不成是很困难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中美双方都想谈成 而且都还很紧迫 不过中美双方的分歧也是确实存在的 谈到最后剩下的全是硬骨头 双方都不愿轻易让步 11月14日凌晨5点 巴尔舍夫斯基再一次坐到石广升面前 继续谈判 但仍然毫无进展 巴尔舍夫斯基向中方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协议不尽快达成 美方代表团将在15日上午离开北京 并宣布终止谈判 也就是说留给中国的时间 只有不到24个小时 面对巴尔舍夫斯基的最后通牒 石广升要求先跟朱镕基总理通过电话 结果电话还没打完 美方代表团就急匆匆地要离开 11月14日这天晚上 美国代表团突然玩起了人间蒸发 不管是通过外交部联系其驻华大使馆 还是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中国方面一直都找不到人 谈判陷入死局 不过美国人这种先桌子甩脸子的桥段 却并不少见 在长达十几年的中美贸易谈判中 玩失踪可以说是美国代表团的传统表演项目 期间美国人的电话打通过一次 对方说他们现在都想休息 有些人到酒吧间去了 有些人逛商场去了 他们准备次日早上启程回国 这天夜里石广商已经准备好了 接受一个无功而返的结局 恐怕美国的巴尔舍夫斯基也是这样想的 美方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给龙永图打来的电话中说 他们出发之前见一见还是必要的 龙永图答应了 对方说能不能四点半钟见 凌晨四点半 龙永图当时就想笑了 美国人说他们订了十点钟的飞机 大家七八点钟见一下 有什么离别的话用半个小时说不完 龙永图在电话中问 四点半是不是太早了 巴尔舍夫斯基说 不早我们还是习惯于美国的时间 一听到这话龙永图暗笑 他心里基本可以确定 巴尔舍夫斯基绝对是想要谈成的 四点半到七点半 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足以把最后的文本全部解决 放下电话后 他觉得这次谈判成功的可能性 很大 十一月十五日凌晨三点半 中美谈判代表再一次回到了谈判桌上 果然见面之后 美国人已经把谈判的协议文本 全部准备好了 双方开始一页一页的核对文本 严谨到每一个标点 如此一来龙永图更加确定 美方是有意愿达成协议的 到最后只剩下了七个问题 还没有定下来的时候 巴尔舍夫斯基说 这七个问题中方必须接受 如果不能接受 前面谈的几十页上百页协议都不能做数 谈判还将以失败告终 当时谈判的这七个问题 石广生作为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已经没有权限突破了 必须靠最高层下决心 上午十点 朱镕基总理来到了谈判现场 由他亲自来和美方代表谈 在谈判过程中 朱镕基就之前美方代表的突然消失 表达了不满 朱镕基说 我非常担心 我怎么向克林顿总统交代呀 朱镕基接着指责美国代表 到现在我还莫名其妙 好像这不是谈判的 是在捉迷藏 所以我今天必须来见你 因为这是必要的 我就想当面问问你们 你们究竟想怎么办 针对朱镕基的质问 美方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 只得吞吞吐吐地称这是误会 好在这场风波 最终并未破坏中美双方的谈判 随后朱镕基与美方代表 就汽车的进口关税 特殊保障条款 音项 分账电影 银行 证券等双方迟迟争执不下的问题 进行了探讨 在整个与美国的入市谈判过程中 朱镕基既有坚持 也有妥协 朱镕基也不同美国人赘述 只是说 这七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我可以让 其他你们必须让步 如果接受 马上可以签订协定 我不是来跟你们谈判的 我是来做决策的 最终 美国方面拿到了两个让步 巴尔舍夫斯基 随后在请示了克林顿后 随即决定 以中国达成协议 龙永图号来说 整个谈判 特别是经贸谈判 它都是一个互相让步的过程 达成协议的一个手段 可能有人不是很了解 好像哪怕后退半步就是卖国 其实只要你能够把握住这些让步 不是以自己的国家的巨大的利益做代价 那么为了求得一种双赢的局面 就必须做出一些调整 这种让步 也有可能是我们本来就打算做的 2001年11月10日深夜 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 审议通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 这一天 据1986年7月 中国正式申请恢复官贸总协定缔约方地位 已经过去了15年 如此艰难漫长的谈判 实属罕见 龙永图 坦率地说 谈了15年 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着15年 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 谈判早就结束了 谈判过程之难 时间之长 这说明我国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 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中国加入WTO 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中国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入室 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 找到更有力的位置 拥有更重要的发言权 使中国的经济 更好 更快地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